亚热带的冲绳 在阳光下,珊瑚海熠熠生辉 那里生活着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生物 人们在这里捕鱼,享受海水域 这片大海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地方 然而,就在我们身边的大海中 也生活着带有毒素的危险生物 有时还会刺伤咬伤人类 这些生物之所以具有毒性 并不是为了攻击人类 而是为了自卫或者捕食猎物 所以,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它们 并小心注意,就可以避免受到伤害 为了能够享受大海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海中的危险生物吧 首先,让我们通过图表来了解一下受害事件的种类 次胞动物造成的伤害占了一半以上 鬼油等鱼类以及海胆、海星等带来的伤害也在不断增加 此外,还有少数伤害是由海蛇、玉螺等造成的 次胞动物包括水母、海蛎、以及珊瑚类等 在冲绳生息着一种叫做香型水母的大型水母 造成了不少伤害事件 此外,僧帽水母、海蜂、海蛎等也会伤害到人类 首先,来了解一下香型水母 香型水母是半透明的 所以很难注意到 从白色果冻状的散状体四角 分别伸出七根左右像绳子一样的触手 这些触手就是用来刺伤敌人的 香型水母长大后 散状体高达十公分以上 触手则将近两米长 让我们把触手部分放大 来看一下它是怎样进行攻击的吧 放大以后 可以看到许多细长的胶囊状物体 这些就是刺包 我们来单独观察其中一个刺包 刺包中有针和毒液 当受到刺激时 就会像这样发射毒针 喷出毒素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发射的样子 受到酒精刺激的话 就会在瞬间射出毒针 接着来看一下香型水母 是如何用触手捕鱼的吧 在鱼碰到触手的瞬间 触手就会射出刺包 抓住鱼类 触手会把鱼缠住 以防止逃跑 并射出更多刺包 使鱼无法动弹 鱼停止挣扎后 将其吞食并消化 巨大的香型水母 也是从幼体长成的 六月份 在冲绳岛的港口 打开照明的话 就能看到许多小香型水母 聚集过来 这时的香型水母 以浮游生物为食 根据卫生环境研究所的调查结果 小水母的散状体在六月时 还只有一公分高 但在大量摄取食物并成长后 到了七月下旬 散状体就会超过十公分 公骨、八重山等地的生长期 则要早一个月 这是被香型水母刺伤的人数 大型香型水母出现的时期 也是海水域的旺季 因此会出现很多受害者 那么在哪里游泳才会安全呢 有的海滩设置了 防止水母入侵的防护网 这些水母防护网 可以使我们在享受 海水域乐趣的同时 免受水母的伤害 海滩的巡视员 每天都会仔细检查 防护网中是否有香型水母进入 所以请尽情放心 再次游玩 但是也有不少人会去 没有设置防护网的地方游泳 在那里游泳的话 他好像被香型水母刺伤了 幸运的是 附近有巡视员在 能够为他做应急处理 对香型水母的触手刺到的地方 会出现红色的水肿 一周后再去看望他时 伤痕还没有完全退去 有的人的伤痕 甚至会残留很多年 在没有水母防护网的海域游泳 或者在珊瑚礁附近观察海洋生物时 最好穿着潜水服 最近也出现了用于防止水母和珊瑚刺伤的夏季潜水服 这种潜水服很薄 通气性良好 如果没有潜水服 可以用长袖梯T恤和紧身裤 可以用长袖T恤和紧身裤代替 潜水时最好选择有毛毡底的鞋子 这样即便踩到鬼油也不会受伤 另外请您戴上手套 尽量不要将皮肤暴露在外 做好以上准备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珊瑚海了 正要入海时 发现海滩上有一种像蓝色玻璃器一样的美丽生物 这是什么呢 这是水母的同类 僧帽水母 当遇到台风或强风时 僧帽水母可能会被海浪冲到岸上 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在海浪中漂浮着 浮囊体下方的触手就像长长的绳子 它们会刺伤人 所以看看就好了 千万不要用手触摸 青年在进入大海时小心脚底 那里可能会有鬼油 这是玫瑰毒油 它们一般静止不动 看上去像石头一样 有时也会潜伏在沙子中 如果不小心踩到 就很容易被刺伤 玫瑰毒油的贝奇中含有毒素 贝奇的刺非常坚硬 甚至能够刺穿沙滩拖鞋和运动鞋 如果被刺伤 连成年人也会疼痛落泪 为了安全 请穿着毛毡底的鞋子 那么 确认周围安全之后 就请进海里游玩吧 看 游在周围的雨好漂亮啊 这是缩游群 它们游得很慢 看样子很容易抓到 不过且慢 它们的贝奇 腹奇 尾奇中都有毒素 所以千万不要触摸 这是日本蛮念 它们有着像鲜鱼一样的长胡须 日本蛮念的贝奇和胸奇都有毒刺 触摸的话会被刺伤 一定要小心 哎呀 这里有一块形状奇特的珊瑚石 小心掀开石头 就出现了圆滚滚的海胆 这是喇叭海胆 原来它们是藏在珊瑚石下面的呀 虽然没有尖刺 但它们长着一种叫做插吉的喇叭状的刺 插吉闭合时就会被咬住 在珊瑚礁的浅石滩 您可能会碰到海风海葵 所以请务必小心 海风海葵看上去就好像附在岩石上的海藻一样 它的毒性非常强 我们可以看到表面有一毫米左右的刺包球 这里面充满了刺包 如果不小心碰到 就会被毒液喷到而产生剧痛感 在沙地上 时常可以看到圆滚滚的羽状葵树海葵 碰一下的话 它就会迅速缩紧沙子中 这是羽状葵树海葵的习性 而碰过羽状葵树海葵的手 会被扎上许多毒针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触摸 在桌壮珊瑚或岩石下 有时会藏着长脊海星和刺关海胆 也许不少人都知道 长脊海星以珊瑚为食 而长脊中是含有毒素的 刺关海胆长着又长又尖的刺 在长刺之间可以看到蓝白色的斑点 用手靠近刺关海胆的话 它就会晃动长刺来保护自己 瞧 海蛇游过来了 虽然多数海蛇都性情温和 但也有一些暴脾气 好奇心旺盛的海蛇 它们有时会接近人类 这样的时候请不要逗弄它们 最好离远一点 到了夜晚 夜行性生物开始活动了 这种美丽的茶色贝类 叫做杀手玉螺 它会伸出长长的水管 靠气味感知附近有没有猎物 这是童鼠玉螺科的 织锦玉螺的捕食瞬间 织锦玉螺以贝类为食 您看到了吗 从水管下的嘴巴里 有一根红色的管子 从这个红色管子中 会发射毒针 白色的东西就是毒液 毒液会让试图逃命的 贝类麻痹 变得无法动弹 这时织锦玉螺 就可以优雅从容地 美餐一顿了 这些小巧的章鱼 是蓝环章鱼 平时它们颜色低调 兴奋时 圆形花纹会变成鲜艳的蓝色 非常漂亮 在国外 曾有人因为好看 就将它们放在肩膀上玩耍 结果竟被咬伤后身亡 蓝环章鱼的嘴巴 隐藏在脚的根部 请您悄悄地观赏 千万不要触摸 接下来介绍在海洋中被危险生物伤害时的应急处理措施 如果在海中被刺伤 请保持镇定 立刻回到岸上寻求帮助 此时最好尽量确认一下造成伤害的生物种类 如果受害者呼吸或心跳停止 请周围的人立刻为其进行人工呼吸或心脏按摩 被香型水抹刺伤时 请不要用沙子揉擦 而是立刻浇上大量的醋 之后轻轻地把扎在皮肤上的触手取掉 如果感到疼痛时 请用冰块等冷酷 香型水抹的触手中有大量刺包 因此扎在皮肤上的触手中 还有不少未发射的刺包 如果揉擦的话会使剩下的刺包发射 这样就会加剧受伤程度 醋能够使刺包失去活性 由此防止伤情加剧 被森茂水抹 海蜂海魁 珊瑚等刺伤时 请用海水将触手将刺包球洗去 使用醋的话反而会使伤势加剧 所以请绝对不要使用醋 清洗之后请用冰块冷敷 这个女孩子的手和膝盖 被海蜂海魁刺伤 这是住院一周后的状态 除了剧痛和红肿 海蜂海魁的毒素还会伤害肾脏 所以被海蜂海魁刺伤的话 一定要去医院就诊 如果被鬼油等鱼类 海胆海蜂海魁等有刺的生物刺伤的话 请使用热水进行处理 将肉眼可见的刺去除后 用40度至45度的热水浸泡 一至一个半小时 可以缓解疼痛 因为可能还有刺残留在体内 所以请及时就医 如果被海蛇或玉螺攻击 请立刻叫救护车 先往医院就诊 海蛇和玉螺造成的伤口 最损悉 根据造成伤害的生物种类的不同 应急处理措施也有很大区别 希望您能够牢记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伤口严重 感到非常疼痛时 请立刻就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受大海的恩惠 这里生息繁衍着大量生物 其中具有毒性 对人类有危险的生物也不在少数 但对它们来说 毒素是其不可或缺的物质 让我们牢记并运用这些知识 去享受大海吧 灿烂美丽的珊瑚海和沙滩 期待您的光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